今天的问题 佛教给我 用真心 不要用妄心 用真心就是菩提心 菩提是觉悟的心 智慧的心 用这个问题全没有了 妄心里面 有贪嗔之慢 有自私自利 有明文理养 有损人害己 有这种念头 这全是假的 全是虚妄的 一个人再生 佛华将最高的心境 那个我们不提 把它降一点 降一点入世的 入世的是有命运 你没有这个命 你给你要真 不行了 真不到的 如果真的到 释迦牟尼佛也来进证了 他进证不到 一切都是命 所以说是 一身解释命 半点不由人 真正懂得命运 他能够安分守起 富贵能不能求到 难 那这个世俗人 不知道 佛知道 为什么 一切发重新 一切发重新向神 这就难 看你想什么 你天天去想 它就会变成事实 所以张家大师教导我 弘法立身 没有财富也不行 那我命里就出没有财富 命里没有 所以我一生不求财富 求不到 我知道 求不到 老师告诉我 财从哪里来的 布施来的 越施越多 所以求财 求得到 你肯布施 你命中有财富 是你过去深重 深深深深深 喜欢财富 你今生才发达财 是这么个道理 你不肯布施 拿来的财 我说我老师 我现在生活非常艰难 没有财富 是他问我 一毛钱 一毛钱可以 一块钱行不行 一块钱也还可以 你要有布施的心 这非常重要 遇到机会的时候 一毛一块就从这开始 永远不要间断 有效 发布施的聪明智慧 无微布施的健康成熟 他叫我三种布施 财布施的财富 这夜深用钱 确实想他就来了 不想他就没有了 你说多自在 聪明智慧 法 那我们天天学习佛法 学习神仙教育 天天来传播 来介绍给别人 聪明智慧 年年增长 活的不是死的 年年增长 一部书 念一辈子 发习充满 为什么 遍遍都有新的发现 遍遍都有新的觉悟 所以我们才知道 古人的典籍 包括中国儒家跟道家 乃至于其他宗教 圣人的典籍 毅力都是没有穷尽的 你越深入 你体会到越深越广 越深欢喜些 长生欢喜些 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 那个喜悦是从内在发出来 不是外面刺激 而是真的欢喜 这个欢喜能养生 你身体会健康 你不会有烦恼 不会有忧虑 无一步是 帮足有苦有难的人 遇到的时候 马上伸出援手 全心全力帮助他 就是圆满功德 救人 真正是救自己 那么最大的发布是 今天就是微信电视台 用这个方式 把圣教 把最好的教训 圣贤教训 传播给全世界 有缘的人 他就接受了 所以佛度有缘人 他打开电视 打开这个频道 他就有缘 他就能得利益 他就能得受用 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社会 教训 怎么教 只有用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能达到我们 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们也劝很多 国家领导人 我希望他们 国家 能够在 国家的电视台里 传播 圣贤教育 让全国人都接受 领导人带头 只要有一个国家做到了 这国家马上安定 获行 达到盛世 其他国家看到 就会模仿 就会向他学习 台湾很有这个条件 电视是开放的 没有限制的 所以 电视台要帮助国家 帮助我们民族 我们不要以为赚钱为目的 钱自然来 为什么 你不失嘛 不失是因 国报就是财富 就是聪明智慧 就是健康长寿 这三样东西你都会得到 你不要去贪 你有念头要贪嗔痴 那是造罪业 那是负面 那是障碍 没有贪嗔痴 只有财物是 法物是 护为物是 来报 父母之恩 报民族 祖之恩 报国家之恩 报所有人类之恩 你看这个大信仰 多舒畅 多快乐 斤斤计较 这个 那是你在造一业 虽然是善 善里头也有 我的业在里头 不是纯善 纯净 纯善 你是佛菩萨再来 你是神仙再来 你是祖宗最好的 孝顺耳孙 你能把祖宗东西 集成下来 发扬广大 立业全世界 这就有道理了 所以一切做法 要从自己 哪里做起 孝勤 尊死 就是孝提 有孝提 而后才有中心 有中心 而后才有 离 离 有离 有离 才有廉恥 有廉恥 才有仁爱 有仁爱 才有和平 和平达到了 整个宇宙的和平 要走这个路 这是人生 在佛法教叫做菩提 大道 你能够成就得最圆满 最幸福 最快乐 我就做这一点补充 谢谢大家